那你那行不通 你说就是到你孩子结婚的时候 那需要我给拿多少钱吧 你说我听的 那孩子结婚一婚 还不得就是吧 我说大姐啊 岁数还这么年轻 就想着躺平找饭票 出去了啊 这吃相难免太难看了吧 可大姐说 这算什么 我话还没说完呢 你从那三个人说了呢 对啊一年了 哎妈 真是光屁股进银行 要钱不要脸啊 今天来相信的 这位渔员大侯张大哥 今年58岁 年入10万元 农村有房 这还就是我 谁没我吃的 我到底有时候不到六年 我到底 咱一共多少地 两场地 两场地你自己能挣过来吗 我自己挣不了 我自己就只能把它割下来 你自己要是把这杆都放倒的话 你这两场地得多长时间呢 我今天就放12天 每当大风说个秋天 别人都是一家人在地里忙得热火朝天 其恶融融 只有大哥一个人在地里面朝黄土背朝天 除了身体有些透支 心里正是说不出的滋味 现在雇人了吗 雇人 雇多少人呢 其实雇八个人 这三个北地八个人 这个难道 这八个人也就八千万元 一天多少钱呢 一二百万元 那得多长时间能给这煲米豆扒完呢 这放八个人的话就扒三千 连吃的时候有个五千万元 还得供饭呢 供饭 这三个干活了 当我他都拔他们 他都拔他们 那么吃完饭我给送给你了 老百姓都是靠天吃饭 相比往年 今年的雨水格外多 因为收割机没法下地 老百姓只能雇人搬玉米 搞得大哥更是瞎子被瞎子 忙上加忙 可大哥说了 累点没什么 咱就喜欢抓钱 只要能抓钱 那都不是事 人家看着你挥黄了 不过你过啥 都做到结果 所以我就必须努力 我就是一点不能耽误 就是挣分多苗 挣分多苗努力啥呀 就是努力 就是为了多挣两个钱 把他们生活以后 人家咱自己也得好好也得过呀 挺要强的 必须的 这是必须的 都说男人是抓钱的耙子女人 是装钱的侠子 大哥却是个例外 不仅能抓钱也能装钱 这些年除了重力 大哥家还有另一份收入 现在养的这鹿都是啥品种啊 都是就是粗梅花肉 那一只鹿现在能值多少钱 这母鹿的话都是七千到八千 供的都是一万往上 过了年就是 4月份以后 公鹿就拖牌了 就长荣荣了 嗯 那就可以卖鹿绒了 鹿绒的话 一对能卖多少钱呢 鹿鸡 它一斤今天都是一千三四 平常上那都是 二十五六斤 这鹿绒是能重复生长的 是不是 一年能干两三 你算下来你平均一下 一年的话 养鹿收入大概能收入多少钱 反正咱就是保守的数量 反正十多块钱吧 靠着养鹿 大哥一年下来至少有十万的收入 虽然日子过得是齐鱼望着做教的 笔上不足笔下有余 大哥心里确实相当苦闷 多年前 大哥的妻子因为乳腺癌匆匆离世 给大哥留下了一双半大不大的儿女 之后惊人介绍 大哥再次跳进婚姻的坟墓 本以为两人能平平淡淡相扶到老 每成想人家早就背后藏鞋子 起歪心了 完了他拿走二十二十多万 那我也都印账 我也没说什么 但是他的言语挺硬的 患难与共半难寻 半路夫妻少信任 各怀鬼胎凑合过 不如一时就变心 往事不可重提 唯有硬了头皮向前看 整理好心情后 大哥决定再找个踏实点的老伴 过完下半生 你找一个 给人家说能做口饭 能说那个眼就行 我的孩子没结婚 但是他得接受我这个孩子 我肯定能为他付出 他要是在这儿跟我过 我这一年 我昨天就是给他存多少钱 根据大哥的则偶标准 红娘找来了目前靠打工为生 今年51岁的王大姐 你抽不抽烟呢 我不抽 酒呢 酒少也 就是半瓶啤酒 有时就是朋友来啥的 也就是一瓶啤酒 我不抽 抽烟 抽烟我能接受 我就接受不了 但是他喝酒喝得少 喝酒我也行 两人见面后 大哥对大姐的感觉还不错 大姐却有些失望 觉得大哥的长相 配不上自己的盛世容颜 不过看在大哥勤劳能干的份上 决定坐下来再好好唠唠 毕竟有钱能使鬼推磨吗 我们过了不十一年 他儿子就是给他求婚 接着他回他爸 我也是离婚的 离婚就去嫁了 那前妻 那他现在是啥情况 他有媳妇啊 他早都说了 了解到王大姐也是离异的 大哥立马警觉起来 食言就怕这离异的表面心连心 背后完脑筋 毕竟有了前车之剑 要是再不长记性 那只能怪自己光继时不记挨打 不长记性啊 我又得介意 嗯 咋的 他这个 我就说到时候他这个儿子 把他再弄回去 你说一来他说的不算 哎妈呀大哥呀 不能都这样啊 那还能都这样 那你那点那么悲 你摊上一个回去了 两个还回去了 所以这不是个问题 是不是 是 是也不是问题 对对对 要说这红娘的火 可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那嘴就像夜虎 按个黄金嘴 真就是嘴好啊 三两句话就把大哥给说服了 没成想大姐接下来的操作 直接啪啪大红娘的脸 你看我要是找人的 我就不能处理一个大红娘的 那你这行不懂 你说就是到你孩子结婚的时候 那需要我给拿多行吧 你说我听的吧 那孩子结婚的婚 还不得这个十万二十万呢 他不应该提的那事 他你说我负担动啊 你动不动有啥关系 因为我有关系 那比如说孩子明年就结婚 你就让大哥明年就达出十万二十万吗 那那都不能 那都不能 你要真说就是陪伴我 就是活着十一年 活着八年的情况 就是补你补你开口 那我这男人就说 你的儿子就到时候 那我就给他拿着个十万二十万 那又能找到 孩子是成家立业对吧 咱多有多哪 少有少哪 我滴个苍天呢 这是什么操作 这是见人家儿子有车有房 你家儿子要啥没啥害怕 打光问你出来卖身吗 听到大姐的要求 大哥并不意外 十年一孙一二十万不可能 但肯定不会让你吃亏 对你嘛 就是你给我这待一年也不能外来 那你一年给我存多钱呢 那现在你问不了啊 那这还粗 那这还就是两个感情还怎么样 那都说我还不如打工了呢 打工后一年还就有三十万呢 那我说那这那不是漏傻的吗 你也不是来打工的 那你上我这干啥来呢 那你上这你给我过日子 那还能提这个事啊 可不是吗 都是二回国的老辣肉了 咋那么值钱呢 你是来找办的 还是来发家致富在就业的啊 咱一没有给这个家出一份力 二没有为大哥生儿育女 谁给你的勇气狮子大开口啊 你为啥要求说 人家给你存一个工资钱呢 那我心里我也得咱去 一旦我怕到时候过几年 也不要我了 我两手空空走了 你要是不要我啊 我也不也得放个家 那不得讲好了吗 能有这想法 说明咱也不是来真心过日子的 要是大哥把这钱给掏了 到时候你再拍屁股走人了 人家也不是排的夫人又折兵嘛 都有这小九九 那又何必再走这一步呢 你存了啥呢 对啊一年了 我也得留着 老了一旦都能过了十年八年了 你再说一个你再不要我呢 这个是老啥喝 我说我都多大个岁数呢 我还能折得吗 扯他你老啥喝 我怎么还能不要 你还真给我承认 你或者拿出真心 我能没有失忆吗 那些是达不到 你还能说上上午来打工 那是达不到 那不是达工 这是过日子呀 那不是达工 那那么年代人家就别闹了 那就没下完 最终两人的相亲因为价格 没谈拢相亲失败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小弟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咱们评论区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